然后呢,因为我觉得和妈妈相处也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对吧,如何把妈妈的情绪很好,如何照顾好妈妈 所以我也是在学习,所以我也希望把我的一些人生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妈妈也很遗憾,也没有来成泰国而跟大家跟我一起跨年 那应该在深圳,所以通过妈妈的事情呢,很长,不是有一段时间 但是我没有更新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一直在在陪妈妈住院 然后妈妈住了很久的院,然后从一个医院换到另外一个医院 这当中呢,其实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是 就是因为妈妈年纪大了,想如果在桌子有哪位父母 也是跟我妈妈有相关的问题,他们其实会面临到一个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子女,就像我平时如果很忙的话,没有时间陪伴 他会有人啊,或者是有种就是陪护人员啊,或者什么的 然后呢,很关心,然后呢,会推荐一些保健品啊 啊,推荐各种保健项目啊,其实我是觉得,因为我的经验啊 妈妈这次生病,我觉得很严重,非常的严重 因为我妈妈现在已经就是一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完全是你 看不见,然后还好,听了劝去医院,去了这么个医院去救治 然后找了专业的医生去开刀做手术 才把一只眼球保存下来 然后我一直看到我妈妈 就是这段时间一直陪着她 其实很心疼 然后呢也很刺激 其实是我觉得 我没有特别好的 陪伴在她身边 然后呢带她及时就医 然后呢 给她更好的建议 不要可能不要吃太多保健品 因为吃太多保健品 因为老年人其实 消化不了吧 很容易肾结实的 然后呢加上你发烧了 生病了 也不要听一些可能 不太懂的人的建议 可能吃点退烧药 或者什么样就过去了 因为她一直高烧不断 所以导致炎症非常的严重 所以就是病毒侵入到眼睛 然后等到你全身有炎症的时候呢 你又得调理全身的病气 然后再去治眼睛 那个时候她的眼睛就 在一面治前就就来不及了 所以就是一定在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 一定要多沟通 然后呢 因为我们是年轻人嘛 然后我们有些资讯啊 有些见解啊 可能会比他们理解得更好一些 带着他们及时去救医 所以这段时间我也是一直陪在 每天去医院陪她 然后跟她聊天 然后呢 带她去转院 然后也跟医生沟通 其实人 其实我的时候 很心酸 没有人愿意去成长 没有人去想 愿意去懂那么多 真的 其实我会想起过去一年 我也 不是说 我也想做很简单 很快乐的 但是生活的经历 你不得不去面对的时候 你成长 其实成长 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 你面临的一些事情 当然我也想 我妈妈还好 我觉得她是一个真的是 虽然她很怕痛 但是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性 所以我希望 这一年2023年过去 虽然在结尾的时候 给妈妈 有点 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然后也是 从我的经验 告诉大家 以后也要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 然后呢 小心的一年 妈妈可以更坚强 然后呢 更勇敢 更乐观 然后我现在 现在我是我妈的私人教练 康复教练 就是每天会要带着她 去进行行走 因为必须要重建一只眼睛 她那只眼睛也不是特别好 必须要重建另外一只眼睛的 这个立体感 不然就会很容易摔跤 然后到人负 或者怎么 所以就带她要带她走 走路啊 然后包括进行一些肌肉的训练啊 然后视觉感官的训练啊 我也去学这方面的知识 然后也是希望 还是能 我觉得六十五岁 还是一个 不算老的一点 我也希望她能够 健康起来 然后跟我去更多的地方 然后 对吧 大家我们去更多地方 开学演 然后去更多地方 看没有看过的风景 对不对 对 所以啊 就是多陪伴父母 然后警惕一下 啊 身边可能会 推销给父母啊 这种保健类的东西啊 保健类的项目啊 其实是有风险的 因为做那个保健类的 呃 你不知道他们的那个是否正规 我觉得就是 生病了就及时去大医院 然后找医生 然后呢 专家 去去好好的吃 嗯 好 妈妈身体变化 我相信啊 妈妈虽然不在 但是呢 她觉得不会 我说的每一句话 她可能都会 她的千叮万分 叫我不要说的太详细 她说 她她她因为 我妈比较爱面子 然后呢 我也希望 在座的各位 我相信 都都也看过妈妈的文章 我觉得 她是一个伟大的妈妈 我觉得 在这里大家一起把 你们最好的祝福 送给 呃 送给我妈妈 然后呢 大家一起说 呃 侠姐 身体健康好不好 好 我相信 她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也会很感动 也会充满了力量 好不好 好 好 321 侠姐身体健康 好 321 侠姐身体健康 好 好 1年快乐 1年快乐 找一个我听 听我唱歌 好 我们 开始玩游戏了 好 好 玩游戏